来把视线转向韩国 昨天呢也就是1月14号 韩国最高法院对韩国前总统 朴槿惠亲信干政案和受贿案 进行了终审宣判 判处其20年有期徒刑 罚款18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亿元 加上此前干涉选举案 被判两年 朴槿惠行期累计为22年 至此呢 历时4年零两个月的 亲信干政风波正式画上的句号 朴槿惠的三起案件呢 也都全部结案了 他因此具备被总统特赦的资格 还没预测 韩国政界可能重新讨论 特别赦免他和前总统李明博一事 朴槿惠现年69岁 22年的刑期 如果没有特赦和假释呢 朴槿惠最晚将在2039年 以87岁的高龄出狱 韩国千瓦台昨日就此表示 说前总统获行入狱 这样的不幸事件 应该引以为戒 今后呢 不要再发生此类事件了